這影片主要是要為大家介紹一般的起子跟急輪起子 在酸入螺絲中 手腕動作的差別 首先我們先用一般的螺絲起子在酸入螺絲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整隻手腕都必須要放開再抓緊螺絲起子 所以整個手腕的扭轉次數會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Gorella的急輪起子 你可以看到 當我把這個前面的頭往逆時針轉的時候 一開始 也許覺得他跟一般螺絲起子一樣 但是可以發現 當他有急輪功能的時候 他只要 左右旋轉 就可以很快的 把螺絲 拴進 木頭裡面 拴出的時候 也是一樣 一般的起子 你需要一直去放開你的手 放開起子 你才能夠把它進行旋轉 但是Gorella的急輪起子 你只要把他順時針的旋轉 你也看到 非常的省力 就可以很快的把螺絲拴出來了 這又是急輪起子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我會把螺絲拴給一下